风雷阁在中中雄志一方 阁主雷尊者是三星斗尊强者 其下掌控着北西南三座分阀 吃力十分捧的 轻易无人敢招惹 在自从硝烟暴露三千雷动后 就与风雷阁结下仇怨 双方有过多次交锋 那么你知道风雷阁多次招惹硝烟 后来是什么下场吗 硝烟来到中州后 在前北城邦寒家出战追战胡战 无意中暴露三千雷动 被风雷阁长老沈云发现 但在地妖鬼与天火尊者的帮助下 四星斗宗的沈云被逼至四暴 此举直接将风雷北勒激怒 派出三位五星斗宗长老 带领诸多弟子将寒家围困 逼迫硝烟现实 焦烟为了不连累寒家 独自对上风雷阁以及洪家老祖 手段进出之下 以三四火连破开风雷阁摆下的九天雷雨阵 终于伤三位长老 强势斩杀红天笑 结果扬长离止 就此阴宁声大噪 却要车底得罪风雷阁 只好隐藏身份低调行事 达尔北阁主沸天亲自出手 对硝烟展开追上 沸天已经是八星斗宗 硝烟完全不是对手 即使天火尊者出手 也无法将沸天拦下 并且无论硝烟逃了多远 总能被沸天追上 查探之下才发现 这些位从沈云手中 抢来的三千雷幻生卷种 被留有灵魂异体 于是硝烟果断将卷种抛弃 当天火尊者鬼上身 击败被天凝聚的雷幻生 才彻底摆脱此次追杀 从在天手中逃脱 是硝烟名气更纳 已经比尖四方格顶尖弟子 但得罪了风雷阁 是硝烟 其现象突破到斗宗 恰好提问天山血弹开启 硝烟连忙赶到天幕山脉 借助血弹之力 成功突破到斗宗 还从幸运和木青蓝口中得知 此时风尊大会即将召开 见识风尊者也会到场 硝烟决定去寻找风尊者 但此次大会由风雷阁举办 所以硝烟并无打算参加 来到风雷山脉之后 硝烟终于见到风尊者 原本打算等大会结束 在前去续救 不要在大会现场发现了林燕 此时的林燕 已经是四星斗黄 但在大会混战之中 被逼到黄泉跟王晨身边 见识不妙的林燕开口认输 然而王晨却痛下杀手 千军一发之际 硝烟出手将林燕救下 因此扰乱的大会秩序 原本要将硝烟拿下 好在风尊者与见尊者开口 让硝烟与王晨交手 做事胜了才能离开 只有半步斗争的王晨 明显不是硝烟对手 底牌进出也仍旧不敌 但不该失败的王晨 却识破了硝烟的身份 风雷阁瞬间被引爆 雷尊者命费间出手捉拿硝烟 危机时刻 雕炎只好将药老的戒指 交给风尊者 风尊者查看之后心神矩阵 确定硝烟是药老弟子后 强势开口要将其绑下 甚至不惜星雲阁与风雷阁开战 念得一触即发的紧张局势 见尊者从中调和 让硝烟与风雷阁年轻一位的 顶尖弟子凤七二一战 若是胜了可以安然离去 说是败了 此后不得再使用三剑雷斗 从而竟然乃是天妖皇族 且同样是斗宗实力 硝烟苦战不下 最终凝聚三四火莲 才险胜一筹 硝烟得了的天妖皇精血 对凤七二发现 于是要求裁判处无戒指 天妖皇族对族人尸体十分重视 从事有人道去 将会遭到猛烈暴 风尊者也知道天妖皇族并不好惹 正在想着如何帮硝烟脱身之事 硝烟却主动开口让凤七二探查 结果一番探查之下 并未查到妖皇精血 只好放硝烟等人离去 原来硝烟将妖皇精血 用一伙包裹 才避开了探查 经过这番波折 四方阁大会也草草结束 硝烟与风雷阁的事 要再时告一段落 不过雷尊者却难以咽下这口恶气 听到凤七二十分确定 硝烟有妖皇精血后 掌机通知族内强者出手 以天妖皇族的实力 收使硝烟守到前来 星云阁也无法阻拦 雷尊者的打算就是 硝烟不愿废除三千雷洞 那就借天妖皇族的实力 将其抹杀 此后硝烟就赶赴中医 参加丹徽大币 收取三千雷炎火 而凤雷阁借助天妖皇族的威势 到远古遗迹内寻找魂英国 当硝烟赶到遗迹外的山脉时 却发现星云阁前来探查的 仙头部队长老被人打伤 询问之下 他知道是在搭建营地上 遭遇了凤雷阁的人 由于雷尊者亲自出手 星云阁长老只能四阵脑霉 让出营地 了解清楚之后 硝烟怒火中烧 此时的他因祸蹲伏 成功通过斗尊 再也不像当年可以任由凤雷阁击 于是主动在队找场子 来到凤雷阁营地之后 最先遇到的却是废天 多年不见废天 也达半步斗尊 看到硝烟出现 立即开始一五合六 硝烟却淡淡一笑 随手一掌将其击成重伤 听到动静的雷尊者飞身而出 想要联合两位魔兽斗尊 溺压硝烟 最后想一见 天火尊者与天妖龟的气势爆发 四位斗尊战力横压当场 雷尊者只能挥溜溜离去 当一季开启后 雷尊者跟随天妖皇族 联合冰河谷神明宗 处处针对硝烟 好在硝烟也有肥烟谷的盟友 加上自身实力不弱 成功拿到魂一股 等雷尊复活之后 庆祖强者慕名来头 于是天明宗与冰河谷 凤雷格德势力 组建冰河谷 大决进攻星云阁 虽然雷尔已是败胜 但在冰河谷两位败胜联手下 逐渐落入下风 尊重被打成重伤 差点生死 彩琳也遭受重伤 危机关头 避过两年的硝烟破关而出 并且成功突破斗舍 将冰河谷拜圣全部斩下 魂殿斗舍出手都未能将人救下 为了应对魂殿 星云阁也开始邀请势力 组建联盟 一开始反击 随着反击开始 冰河谷瞬间四散 风雷格与冰河谷也遭到清算 当硝烟赶到风雷格时 曾经辉煌的风雷格 已经被星云阁小队覆灭 雷尊者也被星云阁斗舟 轰得口吐鲜血 死到临头的雷尊者 还断出天腰皇族威吓 但已经是斗舍的硝烟 丝毫不在乎 手掌轻轻一握 就将雷尊者捏成肉脚 连惨叫都没能发出 显赫一时的风雷格 又此灰飞烟灭 只能说风雷格战错了对 由此结局也不算意外